好 另外看到台東縣 資本一家飯店 今天上午發生了游泳池 氯氣外洩 集體中毒的事件 目前是有四位大人 九位小孩 一共有十三個人 送往醫院在治療當中 很一狀況 連線給記者吳沛山 帶我們了解 救護車一輛接著一輛 緊急將十三名傷者送往醫院 這裡是台東縣 資本區某個度假酒店 早上九點多 在一樓泳池角落的兒童戲水區 陸續有小朋友聞到刺鼻的味道 甚至還有人看到水面上 飄著綠色氣體 陸續出現噁心 頭暈想吐的症狀 連陪同的大人也覺得不舒服 飯店趕緊打119報案 身體不適 然後會渴 對 呼吸比較不舒服 是氣體 對 對 對 因為看他小孩子一直在吐 一直在渴 吸入進去 以後一直在渴 他們就是有一台 比如說有人使用 比較多使用的時候 那他的濃度還是說他的髒度 比較比較差的時候 他原則上他就會補一些藥金 四名大人 九名小孩 一共十三名傷者 緊急送醫救治 還好意識都相當清楚 消防人員出判是濾氣外洩 用儀氣檢測 確實在兒童池濾氣排放量偏高 造成不少人在泳池吸水 民眾突然感覺身體不適 臺東縣消防局貨爆後 立刻派員前往飯店處理 至於濾氣外洩的詳細原因 還有待進一步詳細調查 現場情形鏡頭交換給棚內